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像是茉莉花香 這個花香它跟不同的花搭配在一起的時候都可以襯托出不同的香味 有點像是香水之厚的感覺 所以搭配不同的香氣會散發出更棒的味道 那我們從莉琴天那邊再介紹一下好不好 你在戲中代表的是什麼香味 蕭琦是一個萊姆香 萊姆香 其實你今天衣服還蠻搭的 都蝗色 是那種酸酸甜甜很清爽看起來很青春洋衣品一進人的樣子 那田中千惠呢 林娟這個角色的味道就是紫蘿蘭 紫蘿蘭就是高雅莊莊 但是在愛情上面比較脆弱的一個味道 所以像也透露了一些劇情的走向端倪 那陰森妳呢 我是那種不可或缺的 剛做功課來的 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味道 它就是狗手乾 所有複合精油裡面都需要這個味道 溫了會讓人家覺得比較清爽跟愉悅 所以看我可能會比較放鬆就愉悅這樣 有有有有很符合形象 再來允聞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蛤蜊是 我剛剛說蛤蜊的 妳剛剛說蛤蜊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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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玫瑰 我覺得剛剛個人有提到 茉莉是花中之后 玫瑰其實是花中之后 玫瑰其實是花中之王 對 然後玫瑰也是比較唯我獨尊的一種味道 很少聞到玫瑰會跟其他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蛤蜊應該是對我唯尊的玫瑰 那牧魚是什麼味道 我代表的是鴛尾花 鴛尾花它就是在希臘語裡面 它叫做Iris 就是彩虹的意思 那它的味道是比較含蓄平和 那跟其他香味搭配在一起 就是可以彈化它們的氣味 那這個花呢其實也是大國的鴛花 所以非常的象徵光明和自由 那第五位閨蜜Duncan呢 不是 你不是第五位閨蜜啦 男先祖Duncan 我是老人味 老人味在哪 什麼味道 是什麼 沒有 我是那個 紅鹹香 就是濃濃的香味 然後就跟初戀一樣 初戀一樣 不是要跟茉莉跟玫瑰結合 會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可可 先保密先保密 那我們在看完高塔公主人員 跟大家認識之後呢 大家準備好你們的攝影器材了嗎 現在到了我們的拍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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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可以 謝謝 謝謝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